张亮颖做了什么 让华为损失了八千万 当张亮颖畅想华为主题曲之后 名声大噪 各种代言分支踏来 对于明星而言 来钱最快的 最容易的无疑就是代言了吧 而当张亮颖与国外品牌 BOSS于果签下代言后 口碑开始急转之下 刚开始品牌放上张亮颖 做公益大使宣传保护将臀 可评论区却充斥着 正前无底线 简陋辱华代言的声音 原来BOSS于果是个典型的双标狗 在国内发布消息 是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在国外则是拒绝使用新疆棉花 如此双面品牌 深受网友诟病 众明星也之后来抵制 李一峰 朱正廷等人纷纷与其解约 停止与其一切合作 即使后来BOSS于果发布声明解释 但似乎已经晚了 已经没有明星再敢与这样企业合作 该企业实在没有办法 于是爆出天价代言费 找明星代言 而此时渔圈还是一片宁静 没有明星站出来为其代言 而就在这时 张亮颖突然站出来代言 引得网友的一顿嘲讽和谩骂 称其简陋辱华品牌 无底线捞金 这种行为让网友嗤之以鼻 大失所望 因为张亮颖之前在大家心里 一直都是以正能量的形象出现 如今做出此番行为 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 不仅影响了自身的形象 让华为的八千万也打了水漂 辛苦寻觅的主题曲演唱者 没想到还翻了车 不过一般明星代言都由经纪人掌管 当得知张亮颖和经纪人之后 才知道事情原来并没有那么简单 感谢观看